众生这个名词 很多人都听过 佛教说度众生 圆圆众生 众生什么意思啊 说不清楚 反正就很多很多人就是了 我们都是众生 这个众生啊 它的本意 是众圆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有众多元素 集合在一起 这个现象产生了 这叫众生 所以我们这个人是众生 本来没有 因为父母的结合 有了我们这个身体 叫众生 这张桌子叫众生 本来没有桌子 拿一些木材 拼拼臭臭 一张桌子出来了 它一言叫众生 所以大家对于众生的理解 要从这个地方 去纠正一下 我们现在很多人理解 众生嘛 很多人顶多加上蚂蚁 很多很多人 有生命的就是了 所以佛法里面 讲众生分两大类 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 有情众生 包括我们人类在内 也包括其他动物 一切有情实的生命 称为有情众生 上至等觉菩萨 像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文书普行菩萨 都是众生 觉悟的众生 下至地狱受苦的有情 也是众生 这叫有情众生 除此之外 像刚才说的 桌椅板凳 山河大地 它也是众生 它没有情实 但是它也是众缘合合而升起的 所以叫无情众生 这是把众生这个名词 说清楚 所以讲条众生 情与无情 一切众生 都是佛陀教化的对象 这无情众生 怎么教化呢 所以我们就很难想象了 桌椅板凳 山河大地 如何教化呢 把有情众生 引导好 然后山河大地 自然就好了 因为无情众生 是有情众生的一报 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一报 是随正报而改变的 正报就是生活在这里的生命 当这个地方的有情众生 改变了 这里的山河大地 都变了 这就不难理解了 好 过不得了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好